大家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赵孟甫 每日一字千 千万的千 这千字呢 难点是在这个书画要写的 就是要有稳定 但是又不要太呆板 要有轻重的变化 然后这边大概要胖一点 左右两边这横画呢 大概均匀啦 左边长一点 或者右边长一点 是都还好 我在这边长一点 所以这边有点弧度 这样子去平衡 好,这是大概凯书的一个结构 那么带一点点形书 流动性在里面 来看一下这里 提过来一个带笔的动作 挑起来连续 很明显我让左边变长了 整个往右 这样子是比较有动感一点 甚至更夸张的动感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断笔的动作 这一定要有一个 这不能完全撇过来 然后特别要注意 千万不是横画鲜血 这样变成干 好 要小心了 干涉的干 跟签是 这就完全要分别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帐木这一种 这已经有点形 甚至是形潮了 笔顺呢 我们说经常是横画 树画会颠倒 这已经非常多次 很多都会变成这样 像太多了啦 那个 那个笔 毛笔的笔 底下也都是这样子 或者车 也是这样子 好 这是赵木五的写法 当然这种写法呢 赵木五这样写算是 比较规矩的 我们可以稍微 变成一个曲线啊 并不一定要那么直 甚至 本来是连贯的点 连贯性的 我们故意在这里断笔 然后增加一些动感 这样也有 也可以 然后也不一定要这样子 有时候又回来直 但是拉得极长 一个点 重一点再过来 这种变化 大家来多多的 思考一下 净 变化 全 都有 能